文性愿解,孩子从小上不得谈念,胆小又怯弱,作为父母,你们在难过的同时有没有想过,其罪不在孩子,可能是自己教育不当中下的恶果呢? 下面几种父母,对孩子一生的性格和命运影响最大。 一,批评过重的父母,每当孩子犯了错,为让其能够认识到错误,很多父母第一反应,就是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,认为这是对他们好,说得越重越好,不仅能让其认识深刻,还能锻炼其抗压能力,但在此过程中,孩子越来越敏感,胆小,不会表达自我,甚至被冤枉了也不敢大声说出来。 久而久之,孩子已经不愿意和自己的父母沟通了,更不愿意与外界交流,变得敏感,自卑甚至自闭,幸运界建议。 一,在教育孩子之前先了解事情或倾听孩子的想法,二,在不违背原则的问题下,鼓励教育为主,三,与其尽量缓和,有理有据,让孩子能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 二,盘比过高的父母,父母间的话题离不开孩子,听到别人说自己孩子有多么的好,自己为了面子也进行盘比,甚至说出一些高于孩子能力的事情。 夸下了海口,又勉强孩子去做到,这样让孩子心理负担会很大,犯就做不到的事情。 数字多了也就不在乎了,时间一久就破罐子破摔,赏失理想和斗志。 一,幸运且建议,根据实际出发,多说孩子的优点,三,不要忘自斐驳,二,可以适当地抬高孩子,说出孩子尽量能够到的目标,这样既增强孩子自信心,又能提高孩子各方面的能力。 三,包办过多的父母,父母经常把所有家务都包办了,觉得要给孩子足够的爱,能不要孩子做的,就不让他们插手,但是这样,孩子根本就没有自己锻炼的机会,从小就缺乏懂手能力和实践能力,对任何事物没有自己的想法,并且没有主人王意识和一定的责任感,这样在集体生活中会很难融入其凶甚至被排挤。 幸运且建议,多让孩子自己动手实践,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,二,对于一件事情,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,让孩子先入为主,做出自己的选择,配同君源于网络,图文君无关,对于孩子来说,你所谓的对他好,并不见得是他们认为的好,多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在生活中找寻真理,更留意他们今后的性格和成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